什么让21岁的儿子将亲生母亲告上法庭 我也在母子里 我并不想跟你打断 是什么让这对母子反目成仇 你有没有良心 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都没有每个良心 没有良心 二十年家庭悲剧一直在上演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妈妈我要告你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前段时间在杭州的很多媒体上 都发了这样的一条新闻 21岁的儿子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告上了法庭 到底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你有没有母亲 你有没有人性 今年21岁的小亮说 他之所以要把妈妈告上法庭 是想向他索要出国留学的费用 但是他的妈妈却拒绝支付 现在是不是有两次往产 跟你没关系 一个连大专度跌不了的人 怎么看得上出国留学呢 信实一点 和我的儿子 完全是放屁一样的话 你有没有良心 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就是说买不良心一步 我给你 良心一步 你不要说了 面对儿子的费骂 小亮的妈妈显得很尴尬 在小亮的身后坐着的 是他的爷爷奶奶和爸爸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家人呢 庭审结束后 记者来到了小亮的家 这是小亮的小床 这是小亮爷爷奶奶睡的大床 18年来 小亮一直跟随爷爷奶奶 住在这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 看到记者开始拍摄 小亮脱掉了妈妈给他买的外套 原来小亮三岁时 父母就离婚了 小亮的爸爸告诉记者 当年他在广州下海做生意 小亮的妈妈在杭州当地的 一所师范学校当图书管理员 小亮的爸爸说 由于离婚后 法院把小亮判给了自己 但自己又没有固定住所和收入 小亮便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他如果想要的话 离婚的时候 他就要有一种积极的姿态 如今20年过去了 小亮的妈妈已重新组成家庭 我们没有打扰他现在的生活 在一家咖啡厅我们见了面 见面之后 他始终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 我们进行了录音采访 而小亮说 如今之所以这样对妈妈 首先是因为爸爸他们告诉自己 当年父母离婚时 妈妈并没有要他 像他们有些到法院 母亲炒都要把自己的孩子炒 炒过来自己来抚养 对不对 难道当年小亮的妈妈 真是起金生骨肉鱼不顾吗 小亮的姨妈告诉记者 当年小亮的妈妈是非常希望 能够抚养小亮的 小亮的姨妈说 当年为了获得小亮的抚养权 在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小亮的父母离婚后 小亮的妈妈还上诉到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小亮的父母离婚时 法官所做的笔录中 我们看到 法官问 对子女抚养的考虑 小亮妈妈答 我只要彩电 红韵电扇和小孩 当时法官还记载 法庭辩论的主要问题是 小孩子的抚养问题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社的嘉宾是中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龙一飞教授 龙老师 争夺孩子抚养权的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一直到今天 对这个家庭当中 每一个成员还继续发生着影响 这是在几乎的 大多数的离婚居分案件里边 都普遍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们都是以未成人子女利益最大化 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来考虑子女抚养权的话 双方就不应当为一个子女的实际抚养问题 争得你来我往的 就是大人的矛盾归大人 但是千万别把孩子卷到大人的矛盾里去 是这样 法院当时是把孩子判给了父亲 孩子的父亲就说 如果妈妈你真爱这个孩子 真爱小亮 你应该继续的付出 孩子的父亲认为 妈妈并没有能够很好的支付 法院判决她应该支付的抚养费用 并且他们曾经多次为这个问题对不公道 一说就要吵起来 吵起来以后呢 好了反正这个事情就谈不好 我们每次在家都要 都要去起诉的 他发现他都是自救资源的 据小亮的爷爷奶奶说 小亮的妈妈在离婚后 一直对孩子不管不顾 他从来也没来过 什么时候你把孩子抱出来 我来看看 我给他买点什么东西 买点穿的 没有的 对于这些说法 小亮的妈妈完全否认 她说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 自己没有一刻不想着儿子 当年也不是没有去看过儿子 而是想看看不到 我们的找孩子真的找了好多次了 就是不能给我们找到 找到他就给他换地方了 到了后来上小学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 到学校里去看孩子 第一次去看的时候 孩子还跟我们见面 第二次去看 爷爷奶奶就关照老师 不准我们看了 而小亮的爷爷奶奶却说 正是小亮妈妈这一次的举动 让老两口非常生气 你为什么要把你妈妈 给你带来的四颗糖踩在脚上 爷爷那边都是了解到 母亲原来就是不想要 对妈妈就没有好感 就感觉她是个坏人 然后就把糖扔掉 这是小亮上小学期间 和妈妈的第二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 从此 母子断绝了往来 那时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四颗糖 和每月三十元钱的抚养费 成为了儿时的小亮 对妈妈这个坏人的全部记忆 小亮的爸爸说 1992年 法院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 判决小亮的妈妈 每月支付小亮三十元的抚养费 可是在判决之后 小亮的妈妈除了第一个月 给了三十元钱 再也没有主动给过抚养费 后来在他们的一再追讨之下 小亮的妈妈才寄来了一笔钱 2002年 小亮上初二 那时小亮爸爸发现 三十元钱已经不能满足小亮 每个月的花销了 作为他的抚养费三十元 真是毛毛鱼的毛毛鱼 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这么点钱 小亮的爷爷奶奶告诉记者 他们找到了小亮的妈妈 要求增加抚养费 但是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 他说我没有钱 你要钱上法院 法院判我拿钱 因为他到我们学校里来吵了 闹了不像话了 随后小亮的爷爷奶奶 将小亮的妈妈告上了法庭 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将抚养费由每月三十元 提高到了二百五十元 时间很快就到了2006年 一转眼小亮上高中了 学习和生活的花费更大了 小亮的爷爷奶奶再次上法院 要求小亮妈妈增加抚养费 这一次小亮的抚养费 提高到了每月六百元 他多一分钱都不肯 小亮的妈妈说 他从没少给过孩子一分钱的抚养费 爷爷奶奶的无端责骂 是他不主动增加抚养费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小亮的这张银行卡上 确实看到 小亮的妈妈每个月都会按时将抚养费 打到儿子的账户上 六月份六百 七月份六百 八月六百 其实他不愿意主动提高抚养费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跟家里的矛盾 矛盾太深 然后积怨太深 小亮的妈妈说 其实他一直在力求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母子关系 在小亮上初中的时候 母子之间间接有了一些交流 这是小亮初中毕业那年暑假 他们母子一起旅游时拍摄的照片 这一年小亮的妈妈曾帮儿子请过家教 又花了七千元钱将儿子送进了当地的一所高中学习 上高中后 小亮的妈妈还经常背着家人 偷偷去看望孩子 初中高中之后 我也慢慢理解 就是也不是光是听爷奶的 他们说什么妈妈不好 妈妈不好 也理解母亲 随着交流的增多 小亮也渐渐开始理解妈妈的苦衷 然而这刚刚产生了一点亲情 很快就因为一件小事变得冰冷 事情源起于小亮想要买一本辅导书 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小亮的爷爷奶奶 第二次上法院 要求增加小亮的抚养费之后 被奶奶严重的这一次经历 激怒了青春期的小亮 从此高中阶段的他选择了不再理会自己的妈妈 高中毕业后 小亮考进了杭州本地一所大学 这所学校与妈妈的工作单位相隔不远 在小亮妈妈的努力下 母子之间又开始有了一些交流 这段时间里 小亮经常到妈妈食堂来吃饭 妈妈也经常给小亮买一些生活用品 做的人让你最温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温暖的事情就是天气冷吧 然后他看我比较喜欢担保 然后就给我买两件衣服 这个事情比较感动 另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让我感觉到挺窝心的这种事情 小亮的妈妈说 儿子上大学以来 除了支付每月的抚养费以外 他还给儿子买过很多东西 在这仅有的几张收据当中 我们看到了服装 书籍 辅导班 运动鞋等等开支 可如今儿子只记得妈妈买过衣服 这唯一的一次感动 其余的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淡忘了 九十九次都顺他了 一次没顺他就是不好了 小亮的姨妈所指的这一次不好 就是小亮这次出国留学妈妈不给钱 小亮告诉记者 上大学后 他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 唯独钟爱日语这门课 日语考试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后来小亮还曾在一次日语水平考试中 获得过浙江省第一名 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 小亮说 这些成绩的取得 才让他义无反顾的退了学 一门心思准备出国的事 其实我曾经也一直想放弃 就是想觉得家里这么困难还是算了 但爷爷奶奶后来还是支持我 一直鼓励我 奋勇这些他们都说没问题 然后我很感动 然后这时候就想到母亲能不能再帮助一下 小亮的妈妈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不支持小亮去日本 是因为小亮在国内上学的表现并不好 而且这次去日本上的 也只是一所语言培训学校 想要进入正规大学学习 还必须通过日本当地的入学考试 你到日本去跟人家去拼母语啊 我觉得这个很不现实 他不应该讽刺他的 应该鼓励他的应该 对不对了 所以这个人不是个人 没有身心没有母性 为了打官司 老两口也拿出了法律依据 他们认为 我国婚姻法中规定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被要时 向父母提出超过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小亮的爷爷奶奶说 小亮出国急需用钱 这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形 2010年4月22日 此案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宣判 法院驳回了小亮的诉讼请求 法院的判决对于小亮和他的爷爷奶奶来说很意外 人民法院对法案做的判决 我认为是合法合理的 父母离婚以后 没有同子女实际生活的地方 应当向子女所承担的抚养费和教育费的费用 应该说是给的一些未成年子女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那么就按照来说 小亮显然这个时候已经成年 21岁了 另外 他又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什么叫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 正在学校接受高中以下学历教育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这种非因为主观原因又没有独立生活来源的这部分子女 那么小亮是要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了 除了读大学 那么显然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已经不再属于婚姻法和相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所能给予支持的这部分费用 也就是说对于妈妈来说 妈妈也许觉得超过了她的能力 那么即便是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 如果她不是自愿的 是不是她也可以拒绝 是的 但是小亮的爷爷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小亮的爷爷提出来 说关于子女生活费的判决 不妨碍子女必要时 向父母提出超出判决原定的数额要求 这里面就有个必要时 这个必要时 它的目标还是锁定在未成年子女 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和教育需要 这里面小亮的情况很显然就不属于必要时了 小亮已经超时了 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 很突出的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现实问题是 在父母离婚的情形之下 双方以及双方的其他亲属 如何正确的来引导父母离异情况下的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这点特别重要 如果这些外的影响是使得母子关系出现了一种冲突和矛盾 这样做对小亮有利吗 不利 无论如何 其他亲属们 你们要考虑问题的时候 你们要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为孩子的成长 把它放在第一位去思考和行为 这个案件当中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龙老师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把父母自愿做的事情当成了父母应该和必须做的事情 是的 我想向青少年朋友提这样的建议 你们要知道法律的规定和法律以外的父母为你们做的事情之间是有一条很清晰的界限 没错 尽管从情感来说 我们不愿意把这记性分那么清楚 但一旦当你把这作用权利提出要求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你的权利边界在哪里 以官司来说 小亮是输家 小亮的母亲是赢家 但是以生活来说 整个时间被牵扯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输家 父母离婚的时候 两个人感情破裂了 本来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还在拼命的贬低对方 拉拢孩子 自己的情绪当然是发泄了 但是孩子的生活 尤其是孩子的内心世界会因此变得混乱不堪 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混乱的条件下成长 那就意味着父母主动帮他抛弃了 这个世界上应该被我们尊重的美好的东西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龙老的参与前行讨论 今天同学时间 接着说法